白蘆人新歌的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熟悉的歌 耳邊響起 溫暖我 乘風靜茗 那些昏暗 美丽挣扎的岁月 苦难的事 更难忘记 红色的花 深藏些的你 盛开着 永远的你 我依我学 抛骚出的自由 不正在我 结伴的青春 当全世界 都统唱这首歌曲 纯净的天 没有掌握的消息 幸福的钟声终于喊落我眼中的泪 你却已模仿在我身边 梦中的歌 坚强的你 你却已模仿 宛若的你 那些年轻的冬雪 甜的滋味 苦难的事 总感知悔 你却已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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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也结了不 你买一个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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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 有点胡言 还是有点玫瑰茧 家里都有 大爷 我跟你打听个事 您说 这家的李大夫还出诊呢 他们家都遭了瘟疫 住进医院了 他们家没人了 有个姓姜的老主顾 让我来请李大夫 他们家还有什么别的亲戚吗 我就知道 他们家没人了 旁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 姑娘 你走吧 你别再来了 走吧 走吧 快走吧 小燕 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是不是你的郑君才又约会你了 再胡说 小心撕落你的嘴 这么粗粗的话 也能从你嘴里说出来 小心被你的郑君才听到 小燕 小燕 你怎么来了 小燕 怎么 你还在为姑姑的事情 生我的气 我来说 你这件事 你听我解释 你不要再说了 你不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你怎么能够这样 你真是连亲戚朋友都不要了 这件事 我是有错 不过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不要再说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那好吧 我走了 你去哪儿 我去找个住的地方 如果你实在 是在那里 没有地方 如果你实在 是在那里 没有地方 你去哪儿 姑娘 吃点什么您 烂荣面 还是小碗干炸 要不 你来碗 过水面 这碗大 十回 老板 我能要半碗吗 得嘞 您坐着 我这里给您捞 您坐着 掌柜的 我给您打听个事 说 这边胡同里 有个芙蓉旅馆 现在还开吗 不在了 关了一年多了 来 小姐 来来来来 想贵的 我 我要半碗 嗨 不就是一筷子的事吗 什么一碗半碗的 吃吧 你 你 你是想住店吗 我说句话 你别不爱听 姑娘 看样子 你这儿落难了 谁还没有个七灾八难呢 你看 前边那胡同 进去 有个鸡毛店 你要是不嫌弃 就过去 将就将就 好 谢谢您掌柜 我用 您慢慢吃 麦洛花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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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做吧 快点 谢谢 麦洛女 麦洛婚 许妈妈 你 你这是 走 跟我走 许妈妈 您这是 人老了 没把子 卖点老花生 怎么也得把我这老婆子的脚步 挣出来不是 徐宁他 还在大狱里呢 就剩下我这一个古老婆子了 你说他们的性格真狠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他们连个面都不叫我见一下 前进的大狱 还叫送个吃是不是 可到了民宫他们就 徐妈妈 您别太难过了 徐宁兴许没事 过两天就给放出来 徐宁也是不听话 我见天儿跟他说 叫他老老实日待在家里 甭去搞什么革命了 抗日了 救国了 那都是国家的事 落到咱们老百姓的头上 可他就是不听 徐妈妈 徐宁他做得对 我知道 你们年轻人都是一个想法 当初 他要和洛大方去了茶杯 我要是不拦着的 幸运 这会儿都已经回来了 现在说这些都已经完了 对了 林姑娘 你这是打哪来呀 我去乡下做了小学教员 刚回来 没找到落脚的地儿 那些鸡毛小地儿 哪是你们大姑娘住的地方 徐宁没在家 走 上我们家去 走 你们这些孩子呀 每一个叫爹妈省心 走 快跟我来 你既然不要我了 又把真君才塞给我 还带我这儿来干什么呀 老朋友了嘛 过来看看你都不成 朋友 我们之间 算了上是朋友吗 你是不是看到我真喜欢上这女才 心里不舒服啊 胡说八道 那为什么他一回来 你就让他跟那个狗屁女学生谈恋爱呢 我说过 为了党国 算了吧 这可是在我们家啊 你对那个林道静 你不是穷追不舍的吗 他人呢 我看你呀 还是回家抱老婆去吧 你还真生气啦 跟你开玩笑的 我怎么敢违背 胡老板的意愿呢 我看你也不敢 他手拿着 君才是你啊 快进来 君才 小言 这几天把资本论读了多少了 读到第五十一章了 读到分配关系 生产关系 就快读完了 但是并不懂 那很好 第五十一章了 这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内容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科学分析 却相反地证明了 它是一种特殊的 具有历史特殊决定性的生产方式 并且证明了 它和别种确定的生产方式一样 它是把社会生产力 及其生产结构 不行了 记忆力很坏 记不清了 你的学日真远博 记忆力真好 小燕 怎么了 情绪不好 林道静回来了 她来找过我 林道静 看人呢 我把她骂走了 小燕 你不应该让她走 你应该留住她 留住她 我实在不能原谅她 对我姑姑做的那些事 为什么留住她 小燕 是这样 我不得不告诉你 林道静已经叛变了 什么 是真的 所以她才能干出定线那件事 组织上一直在找她 这么一个叛徒 如果跟敌人勾结在一起 不知道有多少通知会被她出卖 损失会很严重的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她 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嗯 得找到她 她被我妈走了 一定不会再来找我的 北平这么大 怎么找她呀 你知道她有可能去找谁吗 这样 你去跟你们所有认识的朋友说 就说你已经原谅她了 让她来你家里找你 她怎么会叛变呢 林道静怎么会叛变呢 是你啊 她来找你吗 她来找你吗 她 哪个她 林道静 她回来了 她没来找你吗 她 我们已经分开了 她找我做什么 我早知道她不会来找你的 等等 你见过她了 见过 她还好吗 她 你要是见着她 麻烦跟她说一声 就是我已经原谅她了 请她一定来找我 你还没说 泳泽 她是谁呀 是我一个老朋友 那老板 歇会儿 饭就好了 但我没说 她是谁呀 她是她的 她是没想到 她是没想到 这人都不会想到 我认识她 再去这儿 她是每个月 我认识她 他该不会真的叛变了吧 小燕 你就是太单纯了 不了解我们干革命工作的凶险 谁都有可能叛变 林道经也一样 谁都有可能 俊才 你不会叛变吧 你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叛变呢 小心眼 跟你开个玩笑嘛 对了 我爸爸说 八月节想请你到家里去过 你知道 他是想见见你 好好好 我正好想拜见一下伯父大人的 什么叫正想啊 你难道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见你吗 许宁家你去过没有 林道经会不会躲在许宁家 对吧 她们命运 happen 那 Foreng 那是在我里面的 就算是想得到 不然是大墙 我可怕 我怎么会知道 那是说我 是老日子 那么是说 我没想到 就年龙外 这就是那么小兵 但我没有想要 在家里面的 你不想要 这一个姑娘家的万一要被抓进去了 那不就全都毁了 行行行 那谁谁 我先告诉了 你见了他一定跟他说呀 初作 您笑什么 你是说 他回来了 是 这么说你是来邀功的 不是 我是来向您汇报 我要的是人 我不要汇报 懂了吗 懂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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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奇怪了 这帮可都是武当弄枪的 你找他们 您知道他们在哪吗 我是从北平来的 麻烦您告诉我 在哪可以找到他们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瞧 我当他还是个本分的人呢 那个大哥 你帮我看一下刮摊啊 没问题 您去您的 您等一下我 怎么样 摔着没有啊 小林 林道敬 怎么是你啊 我是白丽萍 你白姐姐 你认错人了 小林 你怎么到了这部田地 我没事 你走吧 小林 立平 既然没事 咱们该走了 导演 我给你做个介绍 这个是我的老朋友 小林 林道敬 小林 这位是吴大导演 立平 咱们走吧 导演 先等等我 小林 你这去哪儿啊 进城 那正好 可以坐我的车 不用了 我自己能走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咱们都这么多年老朋友了 来吧 坐坐我的新车 走 走 等着整好了 续续绩 算了 哎呀 客气什么 上吧 老江 有情况下你归报 好 今天我发现一个女的 打听我们西山纵队 林道敬 没错 是她 她肯定是在找组织 看来老刘找到她了 太好了 对了她人呢 我看她那么明目张胆的 找我们西山纵队 我还以为她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 所以我没敢跟她大话 是应该警惕 她去哪儿了 回北平了吗 我跟了她一段 她差点被一辆车撞了 她怎么样 她人倒没什么事 不过她好像跟车里的一个女人认识 后来就跟她们一起走了 看来我得回趟北平 不过她的心 你还能当电影明星呢 电影明星 一身的吐气 小林 真是好母子 你还是那么漂亮 谢谢你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我还不客气 我要走了 走什么走啊 咱们姐妹俩还没说几句贴心话呢 小林 真没想到还能再碰见你 我有时候啊 还真怪想念咱们以前那些朋友的 那时我的生活 可另一种罗曼提克味 来 怎么样吴导演 你看看我们小林像不像个电影明星 有 像像 真像 林小姐 你真漂亮 那当然 我还有点事 先告辞了 小林 李平 把林小姐留下 今天咱们变一房 我做东 你们姐俩好好交交心 太好了 我现在就去定位了 林小姐 你不能走啊 小林 便一房的闷炉鸭子 你一定得尝一尝 别看你打小松北平长大 也未必去店里吃过吧 我对吃什么不太在乎 我还是告辞了 小林 我知道 你现在 挺看不上我的生活 可咱们姐妹俩总还是朋友吧 好 好啦 跟白姐姐说说 你从哪儿来 这些年 都干什么了 我去乡下教书了 小林 那些事 我也都接触过 你不用瞒我 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你在干革命 你放心 你放心 我是不会害你的 你知道吗 许宁被关进去了 卢家川也进去了 你自己可要当心点 你知道他们 他们怎么样了 许宁我还见过 我一个朋友有点神通 安排我们见了一面 照样了 有点神通 赌紧 Advance 陆家川呢 他怎么样 我就知道 你一准要问他 陆家川 我可就只是听说了 听说他犯的事比许宁大 谁都不知道关在哪儿 也不知道个生死 小林 我觉着 吴家川 对你好像有点意思 只可惜现在 你别瞎说 好好好 我瞎说 可是小林我劝你 小布尔乔亚出身的知识分子 哪个没经历过幻想 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 可是共产主义太渺茫了 年轻的时候玩玩儿还可爱 可千万别玩儿得太深 出不来 你看许宁 吴家川 谁是玩儿了 你这样说是侮辱人 好好好 算我说得不对 可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小林你想想 共产主义 哪辈子才能实现啊 还要坐牢杀头 简直没办法 你可得听我一句 不能陷得太深 我可是过来人 位置定好了 走 咱们便宜房 买鸭子去 对对对 吃鸭子去 走 小林 走吧 来 来 吴导演 小林 林小姐 林小姐 吃啊 吃啊 小林 哦呦 是不是嫌白姐姐的话不好听了 难道还生我气不成 没有 我不太有胃口 林小姐 胃口是慢慢培养的 就像我第一次喝外国啤酒 啤酒 那简直不能说是没有胃口 哎呀 这胃都要吐出口了 可是现在 我是越来越喜欢她了 很得意吃 很欧洲 所以 其实啊 和电影一样 林小姐 你喜欢看电影吗 有没有胃口 电影 我还是挺喜欢的 就是嘛 林小姐 对看电影有胃口 这很好啊 那么林小姐 你对演电影 当电影明星 有没有胃口啊 这我可不行 哎 你行 谁说你不行 吴导演 你忘了 这个是你说的呀 我什么时候 说过这种话 林小姐 其实啊 我是想培养培养你 我下面要排一部片子 正在物色一个女主演 我看你很合适 非常合适 我 你不是说定了我演吗 哦 对 你也合适 我是说让林小姐试试 试试嘛 这有什么关系呢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谢谢你的照顾 小林 别急着走啊 再见 哎 这是王小燕递过来的 说她已经原谅你了 让你去她家找她 谢谢 再来玩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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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嗯 好 林 道敬 道敬 泳泽 是你呀 你还好吗 泳泽 也不介绍一下 是老朋友了 好久不见了 对 好久不见了 她是我太太 你们谈 你还好吗 你们也都挺好吧 挺好 小燕不是找你吗 你这是 我竟然去找她呢 那 我告辞了 泳泽 泳泽 又是老朋友 真是老朋友 老朋友连名字都记不住 你什么意思 他是林道敬吧 看你浑身不自在的剑 别说了你 回去吧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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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还不能放过他 别说了 那你好好养病 再见 他不会有事吧 这么说 您闹劲确实被抓了 什么人干的 肯定是落在县命三团的手里 胡莫安一直盯着他不发 有什么线索吗 老江 你说怎么办吧 再也没什么线索了 我已经委托城里的同志去查了 但愿定县和沈泽的事情敌人不知道 你就是林道静 不用问你就是个共产党 说 什么时候参加的 林道人是谁 是哪个支部的 说了实话 有了悔悟 就对你从轻处理 我要是个共产党员 倒幸福了 可惜 我还够不上他 还狡辩 抓你了就是有证据 快说 不说就枪屁了你 我早就准备好了 你们吓不倒我 林小姐 脾气一直没变 我说呢 原来天底下的坏蛋 都是一个口气 混账 上一回林小姐不辞而别 没想到吧 又见面了 怎么样 想好了没有 林小姐的本事越来越大了 从定县到深泽 还抢了胡大成的军火 我真是小看你了 你的事没有我不知道的 我劝你还是好好跟我们合作 不用废口舌了 要杀要剐 随你的便 杀你 怎么会 多少 我们也算有点勤奋 我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杀了你呢 只要你交代出你的组织关系 哪怕说出一个同党 我就寄狂不救了 我们还可以 过去的事 我不进去 我不进去 给你脸不要脸 来人 用刑 给我用重刑 上 给我时间哪 把那个车都给我出现 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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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你 说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吃点吧 绝食 我就不相信 一沾上共产党都成了铁打钢燥 黄议长 给他弄点好吃的 我明白 金姐姐 有鱼 有鸡 还有白饼饭呢 看来这个新来的女孩还在绝食呢 我也想绝食 别胡说 不行 这样下去她会饿死的 一定要想办法让她吃饭 再一次 再次 你又会 Vietnamese 不要再他 我 那 我 我 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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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姐 刘大姐 店姐姐 来了 快 把这给他 给那个新来的 真有不怕饿的啊 行 站住 什么菜 红烧肉 臭肉 牛肉 放到他鼻子底下 让他闻 是 是 是 秦 HD 大姐 小姐 我 金姐姐 她接了指标了 吃饭吧 吃她包包的 好跟敌人斗争 吃饭 换一种方式斗争 哪来的 我不计哪来的 我说话是吗 我有办法让你开口 老许长 给我提个人出来 小林 许宁 心若倦乐 容颜回不回老 青春算分秒 这城市有你残留每条熟悉街道 转眼间被撑下一顾点 真爱太少 那么多人寻扬 够温暖就好 怕你的誓言爬上 忍不住的嘴子 冲出口就被风化掉 如果我再次 站在你面前 不那么的骄傲 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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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时间嘲笑 如果我转身 拿住你的手 在那颗冷的夜晚 在那颗冷的夜晚 会不会 就依靠到老 在那颗冷的夜晚 如果我再次 站在你面前 如果我再次 站在你面前 如果我再次 站在你面前 不那么的骄傲 会不会 被时间嘲笑 如果我转身 拿住你的手 在那颗冷的夜晚 在那颗冷的夜晚 会不会 就依靠到老 还是倒时 又转发薄 我再次 立得 Franc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